有個很小的問題耶 跟莫寶婭想heavy 想被我的問候也很小 就是說 因為導演你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你給我一個很溫馨的節區 就是抗壓opp metre找媽媽 然後他就找到 可是一開始你有提到說 那你說是任何其中的冤行 是不是不知道那個 患急你勞工 他最後有沒有找到自己媽媽 那就是這裡 有個地方對我來說 有點奈你大的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我自己不是一個媽媽 但是我猜想 如果你離開一個 已經上小學的小朋友 应该远比离开一个baby还要难 那既然这么难又这么痛苦 可是康雅他妈妈一开始 就是他们两个相见环 或者相见杯的时候 那一幕占我们的很多眼泪 可是他说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离开他 然后他每一天都想着他 可是一开始那个野仔去找他的时候 我没有在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一丝的动容 而且甚至他明明这么痛苦 但是事实确实他已经在台湾落地生了 而且有一个新的小朋友了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一句话跟我解释 到底什么原因让他愿意承受这么大痛 比如说他在台湾过得很好 还是说其他跟康雅的爸爸处得并不好等等 他完全没有解释 所以忽然就是让他们这样相见环 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奈米大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我想你知道就是当一开始 听到这个故事原始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打算给我们一个接打关系的结局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立刻排除掉悲剧这个选项 谢谢 我让我想一下 我好像有一个就是六十分钟的版本在 就是短片的版本在金税墙 我是让他们没有妈妈没有看到 对对对对 六十分钟那时候是这个是八十分钟版 然后我有一个更短的版本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或许 这个可能是 可能跟篇幅的设计上有关系 我自己把他希望的篇幅是能再精短一点的 然后我我把他怎么讲观点更聚焦在野仔上面 所以我就因为对我来说啦 我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是 我觉得亲情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理由的 除非我今天在描述整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很爆裂的母子关系 那我当然是花了八十分钟甚至一百分钟在讲这个很特别的 因为爱有很多种 我可能专门在讲这种很另类的母子关系 那我当然就是把所有的心力放在这里 可是因为我的焦点是在野仔身上 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花一个篇幅在妈妈那边 在建立一段他的故事 所以我很直觉的想 其实这个是很概论的啊 或者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 不管是怎么样 当然我一开始有呈现说妈妈是不愿意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逃跑一定下定 不好意思我用逃跑这个词 就是这个人 这个妈妈 泰国的妈妈 他放弃泰国的生活 在这边定居 一定有很大的一段故事 包括真实的版本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他突然接受到一个 在外来的野仔的一个告知 说有这件事情 你也要来找你 那个我想很多人的第一瞬间是抗拒的 但经过某一段时间的消耗 每个人因而異不知道多久 有些人会选择去面对 有些人当然不愿意 这很多人会也是不愿意 可是我希望在这个 比较严肃的或者是比较 没那么美好的生活之下 有一些更 或许矫情一点的 或许 过分乐观的想法 然后在故事里面被大家看见 说其实 抗拒的东西 他还是会一直来 他来的时候就 就是像野仔里面 每个人的 遇到状况一样 还是要去面对 所以这个是我选择的一个 你说的比较 比较这样子的方式 对 但短片有个版本 是他们没有见面 妈妈没有去看他 我们可以在哪里去的 我不是想看 我们不下去再放 没有掉池 你再放 那我讲到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导演刚才有说 那个庆情是不需要旅游的 所以感觉是 你个人如果假设 你遇到这个问题 的话有可能 你会有条件的接受 对吧 因为你说 庆情是不需要旅游的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别开心 就是 照你这个说法延伸下去 因为刚才那个电影看到 最后的余韵给我们的感觉是 如果拍续集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因为康雅的故事 所以他是 就是基他野仔的勇气 有可能他会去找他的妈妈 那假如真的有这个版本的话 你也会给他一个喜剧的结局 照你来说其实不需要旅游 然后加上他又被鼓励了 痛苦之中 一定要有些光辉的那种面 所以你有可能也给他一个喜剧的结局 我觉得蛮有意思 是我 我从 譬如说在影展上接触到的观众 和就是像张子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说会不会拍续集 我觉得蛮 是好看的意思 就是想看接下来 野仔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 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说 会有接下来的故事 所以我当然就没有想说 他是喜剧收场还是怎么样 那后来有自己忍不住动心 那续集会是怎么样 就是野仔去那边要怎么找 那当然就想想就罢了 可是 哈哈哈哈 他给你想吃吗 我帮你 我帮你 你还有谁 人叫刘 刘 哈哈哈哈 他吓了 哈哈哈哈